Live大頭條 今晚搶先爆 歡迎收看6月7號星期四的 蘋果娛樂新聞 我是主播JR 我是主播遠愛菲 今天是改版後 我們兩個第一次合作對不對 真的耶 先給我們自己個掌聲鼓勵 是 謝謝 謝謝 前面的朋友 右邊呢 左邊呢 後面呢 後面也有 後面不就報紙了 那都是人好不好 嗨 嗨 我們棚內你知道 擴建了之後呢 有非常沒有觀眾來到現場 不過今天其實非常開心 是因為 我們兩個第一次上主播台之外 就改版後 對不對 但是呢我們要告訴大家 這演藝圈真的太恐怖了 你看 剛才看這新聞 對 那個妮可今晚露兩點就算了 黃曉明用全裸來回音 裸照是怎麼一回事我要看 是 但當然除了有那個 有脫的也有難過的 對啊 就是那個寶媽呢 就是流淚 淚灑這個訪問的現場 到底怎麼回事呢 待會兒就告訴你們 是 而且你知道我們好貼心喔 是 我們為了慶祝該辦 我們竟然有送東西耶 送什麼 智慧型手機 蛤 蛤什麼 蛤這蛤的意思是說 蛤 他們怎麼敢種下成本 送智慧型手機 真的耶 拜託 不過相較其他台 如果就是你知道其他新聞 送的都很便宜的話 我們就要給它 這音效機好方便喔 音音非常的方便 快給我準備一台 但是呢要怎麼樣獲得 智慧型手機呢 就是呢我們從禮拜一開始呢 其實已經有這個 樂透碼了對不對 目前呢前三天已經有八組了 所以呢繼續鎖定 今天也會有樂透碼 然後鎖定了之後呢 就有機會獲得我們的 智慧型手機 好一開始呢 一樣來我們經典的單元 全天後狗仔隊 是你知道 通常店會有關門嘛 開放的時候 現在微博也會有這種 關門和開張 是 因為舒淇來到台灣呢 也要順便慶祝一下 她微博終於開張了 恭喜恭喜 一開始看到她就戴口罩 後來拿下來是有化妝的 艾菲提到一個重點說 舒淇曾經化過一個妝要十萬塊 對 所以我聽我經紀人講的 很誇張十萬塊的妝耶 那應該是 超級高級保養品 超級高級的化妝品 比如說那個 北極海底粉底 對 北極海底泥粉底 或是什麼 圓雪粉底液 圓雪是吃的啦 阿拉斯加圓雪粉底液 對之類的 阿拉斯加寶石液 或者是 她眼線是那個什麼 特黑海底玉泥眼線 為什麼是淤泥 玉泥感覺不高級 因為泥要特別久才會黑嘛 對不對 是 不過因為你知道 比如說她有在好萊塢發展 有可能電影裡面真的 行頭是有這麼好的喔 對 你知道現在這電影很紅耶 是 大家都要拍 對啊 什麼微電影 接下來這位歌手咧 她原本就很紅了 但是她為了新專輯 然後拍一個微電影 然後還跟年輕演員有創戲這樣 聽說那個年輕演員啊 小她24歲 白子媗26歲 然後搭她兩輪 所以小琪姐已經50歲了 因為兩輪12乘以24 對 誰看不出來耶 因為她保養得真的非常好 對不對 如果愛妃啊 如果到了譬如說 你如果到了50歲啊 只能 我看那個應該 比如說出來那種 就是記者會啊 只會聽到這種聲音 欸 幹嘛 說不定我會很有韻味啊 搞什麼東西 很有韻味是不是 對啊 說不定我也可以跟寶媽一樣漂亮 沒有 像譬如說 你常常喜歡擺這種動作對不對 對啊 50歲了該怎麼樣擺 50歲說不定我可以成為時尚巨星 我就可以這樣子擺 是不是 哦 比較收斂一點 不然這腋下會鬆吧 50歲你還要攤開給大家看 是這樣對嗎 腋下鬆不鬆 腋下可不可以拉皮 你有沒有聽說 我覺得以後應該可以 好 我們來介紹給小琪 是 不不不 她不用她不用 是她要她要 對 不過剛才看到那個小琪姐 如果真的跟白子軒相戀的話 是差24歲對不對 對 24歲 不過呢 我覺得你看 既然她拍微電影都這麼大方 還穩戲啊 對不對 都床戲了 接受新的一段 不管是比自己大還自己小的 都要勇敢去接受 對 這樣子我們要給寶媽一些建議的 因為其實寶媽呢 跟健民哥之前的寶健戀呢 差了13歲 不過今天我們訪問到她的時候呢 她竟然是以淚洗面 蛤 過不去嗎 會不會是健民哥有欺負她 有可能喔 還是情已是 到底怎樣 看一下看一下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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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是感冒吧你 我真的 我沒有 我真是感冒 有鼻涕 可是我真的匪夷所思耶 因為你看剛才寶媽講的那句話說 你有沒有聽她講說 嗯 你們不覺得真的很可惜嗎 這句話很像是 可惜 都是你們大家爆出來拆散我們戀情的感覺耶 因為有可能 因為戀情一旦曝光就會有輿論的壓力啊 對 所以剛才那句話有間接承認喔 我覺得... 你想想看這句話 對 都是 都是 你們不覺得很可惜嗎 是一件很錯綜複雜的感覺耶 對 就原來已經要 這事情已經要成了之後 然後可能大家給她一些壓力 見光死之後他們就沒有成了 但不管怎麼樣 我覺得才差13歲嘛 寶媽 也還好啊 姑且我們不管這是不是真的 就是如果真的有的話 你就衝吧 不用想 就衝啊 寶怡都這麼大 自己都這麼多節目了 你已經不用再操心在她身上了 那志偉呢 你看她月鼓代言了這麼多年 你不用再擔心她了好不好 七花月餅頭 是啊 對不對 所以寶媽你就衝吧 追求自己的人生好不好 對 Fighting 不過你知道嗎 就是有一個人長得很像寶媽 誰 是我的好友寶咖咖 所以她老了之後 應該就有點跟寶媽 大家仔細回想一下她的臉 再想用寶媽的臉 真的耶 好像喔 所以她年紀大了應該跟寶咖... 不是 她年紀稍大一點之後應該跟寶媽很像 對 應該一模一樣的 所以如果建民哥遇到她 她也有可能會喜歡妳的 有可能啊 可能說建民哥應該已經90歲 搞不下 好我們不要讓這件事情更錯綜複雜 不管怎麼樣寶媽 Fighting 是 那同樣的呢 就是接下來要來跟大家講就是壯臉 就像寶媽跟寶咖撞臉一樣 是 你知道劉謙也撞臉耶 她跟誰撞臉啊 我不知道 AV女優喔 你能想像嗎 AV女優變magic 劉謙的臉出現在AV片裡面 對 還有麗菁姐 看一下看一下 我們來記者想像力真的非常豐富 但是菁姐 對 任何的這個法律追逐權 是屬於她個人 是 沒有啦 可是我覺得就是 這麼over 這麼over 沒有啊 因為我覺得就是很多畫面很多藝人有時候這樣 像他剛剛譬如說 明明那天我主持有這麼多那種震驚的畫面 他被他選一個這樣 欸可是你真的有像房主名啊 如果你瘦個十公斤就很像房主名 喔因為房主名比我再更瘦一點 因為我比較肉一點 對因為你比較壯一點 可是你知道 你知道以前我們在錄影的時候 欸 哇塞我知道這是什麼東西了 你要我先學右邊的還是先學左邊的 先學主名好了 好 年輕的JR 他跟我太像了你知道嗎 對 因為我們那時候以前錄影的時候啊 那種大賴出來拍照說 哎唷 孫生兄弟終於相認了 這樣子好想 那你弄一下另外一邊的 可以不要嗎 拜託你啦 一定要嗎 對啦 好不好 今天是什麼 改版我們兩個第一次能做是不是 改版啊 慶祝一下拜託 哇塞 小屁 小屁啊 好想 可以歡呼一下嗎 這太像了 我告訴你你們從外沒有拍手那麼認真過 我們錄影現場常常常死氣沉沉的 有時候想跟他們多聊兩句話 他們都在那邊故意拿著這個版 對 然後就很忙這樣 對 然後今天剛剛 哇 這個大家就拍手 而且大家也喜歡呼耶 對 你老了就是變個蘇家犬一樣耶 你有先想過這件事情嗎 呃 40歲的你結婚生子 然後變成蘇家犬 呃 我現在沒有寬間了 好 剛剛說寬間美女嘛對不對 這樣不寬了吧 今天也有兩位美女聊到台灣 是國際級的喔 一位是Makie Q 另外一位是林青霞大姐 東方不敗喔 我今天很窄 雖然她戴著墨鏡啊 然後她剛剛說清雅姐是57歲嘛 嗯 為什麼同樣蘇家犬也是56歲 怎麼一個看起來真的像年紀大的人 然後一個看起來這麼年輕 誰像年紀大的人 你說家犬哥嗎 是你以後的樣子 謝謝你啊 欸 不會啊 那是因為 傻眼的音樂 家犬哥在重振 欸 幹嘛 家犬哥在重振 她需要用腦 然後用腦就老得比較快 可是青霞姐她就是保養 輕於保養 所以你說 你說青霞姐不用腦就對了 不是啦 我意思是說 好 青霞姐不用注重保養 她可能也有鼻子這樣 敷臉啊 你看看 是不是看起來 一副用腦過度的樣子 所以你如果用腦過度 你就會變得跟你要提早 你怎麼又這麼快呢 我們都改版了 換一張照片好不好 你要買房主名跟他同時擺出來 但可以不要擺兩個落差這麼大的好不好 你說落差有很大嗎剛剛 就是老中輕的照片啊 我是中... 房主名比我老耶 沒有 剛剛我們已經查過了 幫你Google過了 房主名比我大比我小 比你年輕 大 比我大啦 那就是輕中老啦 輕中老 樂透碼 來看一下 樂透碼是 21 好 所以前三天 今天我們已經有八組 今天第九組 大家一定要記得 因為可以獲得什麼呢 可以獲得智慧型手機 我們的智慧型手機 但什麼款式呢 我們再一一告訴大家 沒錯 除了今天中西的天后來台 接下來這一位呢 她是不是靠自己很紅的這一位 但是她也很紅 她也來台灣了 你確定你這樣講不會得罪她嗎 不是 她 她 她的 讓她很紅 我告訴你她 她厲害了 我壓力好大 她是湯姆的老婆 是 是湯姆熊歡樂世界的老婆嗎 不是 還是湯姆與傑莉鼠的老婆 是湯姆克魯斯 哇 她女兒也很紅 全家都很紅 對 不要罵我 真的好漂亮 好可愛喔 而且那個輪廓 就是阿湯哥跟那個 就是那個她老婆的 綜合體 而且感覺還更漂亮這樣 希望下次來可以 不要只提包包 可以把她小女兒提在裡面 一家團員來台灣吧 是 但是現在有更精采 要先來台灣 什麼呢 就是黃曉明的裸照 而且我們要請Angela Baby 來幫我們驗座囉 是 但如果有人看到男生的裸照 發出這種 沒關係 我們還有 妮可姬曼的全裸 待會也會看到喔 休息一下 哇 沒錯 所以今天蘋果娛樂新聞 除了很多重要大頭條之外 3D武力對決票要送給你喔 是的 我們之前已經送過台北跟台南場的 對 那今天要送出的呢 就是高雄場的 有10組 然後有20張 你可以帶你的另外一半 不管要愛不愛跳舞 都可以去感受一下那種 我看完應該就很想學跳舞了 是 但是呢 我們現在這麼快就要進這個嗎 我怕我們愛飛準備好耶 快點進啊 不是 因為我覺得愛飛 我怕她待會受不了 她現在 她一回來可能會 情緒有點不穩定喔 為什麼會情緒不穩定 因為我們接下來就要來看一下 黃曉明的全裸 哇 我情緒不穩定了現在 聽說Angela Baby有幫她這個 燕明震神 到底是不是她啦 可是聽說那個照片很驚人 很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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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 很驚人 你 年代Match台 你們有必要這樣子嗎 我真的會笑死 你們以為那個麥克風拿比較長 就訪問到人嗎 真的 給我的媽啊 因為比較短大家可能登不到對不對 喔 比較長 你那個已經是蹦了吧 對 喔 有夠長的啦 他們那個拿應該要這樣子拿才對啊 好好笑喔 而且 你看電視台競爭多激烈 怎麼怎麼說呢 排場道具一定要最猛啊 是 不過呢 可是剛剛我們好像都只有看到大蘋果對不對 對 你知道嗎 你知道怎麼比喻 因為今天我一來的時候 麥克風就說真的很誇張 這是我們的製作人 對 他說有這樣子 我們可以 我願意犧牲我 然後 然後就是你知道 怎麼樣 就是 要我幫你 所以各位你們知道嗎 製作人講得多誇張 他就會一個比我黃曉民這樣子 對 很壯喔 這樣子耶 怎麼 你瘋了嗎 這是河馬的尺寸吧 什麼河馬 這是大象好不好 太誇張了 這很誇張耶 喔 怎麼可能 艾伯 哇 艾伯你好 嗨你好 太酷了吧 對不對 這也太驚人了吧 所以你知道這個我們只能說 如果真的這麼大 我們只會有個表情就是 哇 天啊 可是接下來如果 男性朋友如果剛看那個 覺得有點不舒服 的話接下來這個 不是 如果男性朋友看的不舒服是正常的 為什麼 如果舒服的話呢 就可能要考慮一下自己的形象 但是接下來絕對會讓大家滿意 是不是 是誰 因為我們直擊好萊塢 國際頭條的尼可吉曼 他露兩點 為了芯片拼了 聽說還有聲音也叫得很激烈 哇看一下 國際好萊塢演員真的很敬業 你看不管到多大排 那時候他是跟阿湯哥在一起 兩個他一起全裸入境 對啊 現在雖然分開了 但尼可吉曼是很天后級的人物啊 對 還願意做這樣為藝術犧牲 印拼們 你們就不要講得那麼真實 露得很美 很棒 你知道有時候稍微圓滑一點 圓潤一點也不會 也不會嘗試一件好事啊 也是 真的 就說你這太突破了 掌聲鼓勵 突破是 就是突破那個人生 不是啦 不是那個突破 好不好意思我有點誤會了 雖然分你這樣跟JR剛剛比這個動作有什麼差別的 我是這樣子突破啊 是 好如果今天那個 因為改版完我們兩個第一次合作 如果太Over了 請上我們的Facebook告訴我們一下 對不起 是好接下來是好萊塢的偷拍 要來看一下 19歲的麥莉非常可愛那位呢 他跟雷神索爾的弟弟 雷神木爾在一起 他們好像喔 長得也太像了吧 都很帥啊 對啊 但是 但是我覺得他滿帥的 就是他哥哥更帥 因為就是他狗仔問的話完全不理 真的 因為他是雷神索爾 他幹嘛理他是神耶 是 對 是 天啊 你真的好入戲喔 真的 走出來吧… 好了 下一段回來呢 有非常精彩的韓國新聞喔 Yahoo Yahoo 馬上回來 Yahoo Live大頭條 今晚搶先爆 歡迎回到蘋果娛樂新聞 沒錯 Apple E-News 你是韓國人耶 我們有剛剛那個…不是鄭宇聖 剛剛那個MT Island 因為之前來台灣 我們是不是有跟大家說 我們有貼身的連續 48小時的跟拍的訪問 好不好 好精彩喔 有多私密啊好不好 有任何內容呢 會在本週的蘋果娛樂一週 告訴大家 是的 但是在娛樂一週前的每天都要看 Apple E-News 有 你真的很像韓國人 Apple E-News 有 對 但是我們來回應一下我們的粉絲 好不好 來看一下大家有什麼問題 來 首先看到這個陳冠玲 請問這世界會毀滅嗎 這麼悲觀的問題 該怎麼回答呢 這次我們要大家裝很冷靜 怎麼辦 然後請這個相關的網路警察呢 藉由這個IP位置去找到這個人 因為他很有可能 他是不是要自殺 或者是有些想不開的畫面 真的假的這麼嚴重 我看你一定要冷靜 冠玲 對 你一定要冷靜 如果看我們蘋果娛樂新聞 你還覺得不開心的話 一定要找比如說張老師啊 或生命線之類的 不要想不開好不好 很誇張耶 世界不會毀滅的 不會啦 蘋果娛樂新聞也不會停的 好不好 之前不是說2012 然後你看現在大家不是活得好好的 乖啦去吃東西 因為有可能是2013嘛 對 不是啦 你剛剛講他會比較酷了這樣子 對 好 冠玲要去看喔 他應該是機測壓力太大了 是 還有什麼 譬如說的 還有人說JR想要送什麼禮物呢 怡婷 你快生日了喔 我怎麼會知道我的本名啊 你快生日了嗎 我叫怡婷 對啊 我7月份生日 7月18喔 OK 那我們等那個7月20 再討論要送你什麼 思想還整我是不是 我覺得不會上檔的 不是7月20已經過了 你今天要不要再 好 大家也可以提供一些意境 想要上愛妃什麼 或希望看到愛妃生日 如果Live在主播台上 希望她做出什麼樣特別的事情呢 我們提供給大家 來開放發想一下好不好 好 沒錯 冠玲世界不會毀滅 對 你如果機車壓力太大 就是我教你一個方法 什麼方法 刪去法 A B C D 你覺得A跟B的答案不對 你就把它刪掉 然後最後出來答案就是C 是不是很方便的方法 你這個亂猜考卷的爛方法 不會 這很有用耶 好 也對也對 就像她的意思就是說 要像姊姊這麼樂觀喔 是 樂觀喔 對 祝你卡士順利喔 天氣是不是很好 對不對 開心 開心 是 而且你知道 世界怎麼會毀滅呢 之前我們今天要講到韓風來襲 之前鄭宇盛 你去到韓國不就受到情傷嗎 對 對方其實隱瞞他已經結婚了這個事實 還跟他交往 多情天霹靂啊 他都沒有想到世界會毀滅了 冠玲 你一定要走出來 我們看一下 鄭宇盛是怎麼走出來的 是 運動是最好走出來的方法 好不好 機車的朋友如果讀書壓力大 也可以去騎一下腳踏車 走一圈啊 跑一跑 流個汗之後 心情好了 恢復了 再繼續讀書 不過呢 騎腳踏車OK 但千萬別賽車喔 真的嗎 對啊 因為接下來這個娛樂專賣店 明星運動是這位女豪傑 她就要賽車了耶 而且是我們的Ivy耶 Ivy要賽車 對啊 而且她把老公的話當屁 老公就要開慢點 她不聽 怎麼壞壞咧 看一下 女生不能這樣子啊 小心一點啊 看一下 還是要恭喜Ivy結婚了 可是我覺得這樣的賽車還好 因為高卡其實那場地很安全 重點是安全嘛 還有全身護具都帶好的話 摔倒其實也不會太太... 就是會受傷或怎麼樣 都OK的 對 所以是當女標仔也OK啦 是 那好 待會兒我們先進廣告休息一下 那之前呢要進一個新單元叫做 明星冷笑話 因為之前像前幾天有這個 楊佑寧和王陽明有講笑話給大家聽對不對 拜託很冷耶 仙人掌笑話後 聽過八百次了 我們男生講笑話已經很用力了好不好 真的很弱耶 那不然今天... 我們女生應該比較厲害喔 是 今天換誰講呢 今天是我們的拜選女王楊錦華 如果冷的話就找妳算帳 好 找我 冷的話下次換妳講喔 好 我超會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明星冷笑話 看完之後休息一下喔 沒錯 只要在六月一中呢 就有機會可以看到我們的 蘋果娛樂新聞的APP 到時候妳只要一記在首 隨時想要看到蘋果娛樂新聞有什麼新聞啊 什麼最新的動態啊 或是跟我們主持人有關的啊 話三下就可以看到了 而且是免費的耶 對 所以這個大家期待一下 六月中就會有囉 好不好 每天鎖定蘋果娛樂新聞 就會告訴妳 到底什麼時候會上架 那現在呢我們就要來送出 3D武力對決高雄場的電影票 總共10組20張 那請艾菲來問問題 好 問題就是今天的新聞裡面呢 跟房主名撞臉的是哪一位明星呢 不是蘇嘉全喔 我這樣提示夠明顯了吧 不是蘇嘉全 所以她真的長得很像 所以 OK 那是什麼嗎 對啊 不然咧 答案就在我的隔壁 嗨 我原自益盡了 我竟然也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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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為問題中 對啊 我竟然有機會 成為送電影票的問題 真的 太開心了好不好 所以大家趕快把這位 答案還有E-mail 傳到我們Apple E-news的Facebook上面 要跟大家講一下 明天呢 JR主播呢 會一個人為大家服務 重點是 有一位另外一個Partner來幫我 是誰咧 不是茵茵 不是茵茵 但是也是正好可能通告 沒有這麼忙 茵茵沒事情的周湯好 沒有啦 是Nick嗎 對Nick要來到現場好不好 但是呢 Apple E-news上面有很多人說 JR感冒 艾菲也身體也不好 兩個人都要保重 所以製作單位非常貼心 送我們雞精 好貼心喔 我就想要喝雞精了 通通拿去做雞精 1 2 3 重點是 希望大家肌測啊 不要太累了 要保養身體 之後考得好的話 也有機會來到我們棚內 來看錄影 鎖定蘋果娛樂新聞就對了 老師加油 是嗎 呃 請問一下 有請問一下 小營 有請問一下